刚刚的重点1就是先把这个大乐透的下载复制过来 然后呢记得主要是针对页数 那我外面包一个for回圈 OK for i 等于1到68 然后nest 然后再把这一段with到endwith 搬到这个回圈里面 那并且把这边本来是1改成一个i 那改的方式的话就双以后两个移到中间 end 两个移到中间加一个i end 前后加空白 这样就OK了 但是呢如果你假如执行之后 这个designation这个参数没改的话 那它第一页放进来之后 它第二页再放过来之后它会怎么做呢 其实它会这样啦 它会把原来第一页排挤到右边 那第二页再放在这里 那第三页怎么做 第三页一样啦 就把第一页跟第二页再往右挤 然后第三页 所以如果你让它全部跑完之后 那第一页一定在最右边 那最左边就是第68页 不对啊我又不是要向右发展 我要向下发展的话 那这怎么办呢 你就要想这个地方就不能这样写 所以我把它stop一下 可是这个地方应该要改哪个地方 改这个1的位置 那也就是说呢 我如果希望呢 它能够第一页就放这边的话 那显然 这一个1的数字 应该要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一个变数 那改哪个变数比较简单一些些 那大概几种写法 我后来发现 其实最简单的写法 就类似像 像增加一个k吧 也就是我今天这个数字要变 那k预设值初始值等1 然后呢 我们将来只要 只要什么 只要下载一个之后呢 那我就在下载完的下方 重新让它这个k的值 去向下追踪到目前位置的最下方 那这样就ok了 所以这个k 特别注意 在上面for回圈外面包一个初始值 然后把这个k放到这边 那因为呢 目前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字串头尾在这边 那因为1刚好在这个字串的最右边 然后这边就已经结束了 所以如果你要串一个k很简单 就是把1delete掉 然后呢 在这个字串的右边 再增加一个and 空一格k就可以了 因为它刚好是在最右边 所以你直接可以加andk 它就帮你把它串在它的右边 所以得到的话就是会是 A前的符号 然后D几个位置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 如果当我run 我们一边run一边写 可以了 把它重新 比如说我今天一样先把旧资料先清空 然后k等于1 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就是1 然后串这个 那它这个遇到and的符号 原来它里面是放什么 放1 我把它换成比 它这个里面原来是放1的数字 那遇到and的符号呢 它会自动转成这样子 然后再跟前面的串在一起 那就变成 前的符号A前的符号1就穿在这里 那就是跟之前我们写的一样 那可是问题来了 第一页 我是放在这里 所以我按F8 第一页先下载了 好 但是呢 第二页要放哪里 现在在net就下一页 那第二页应该是放在 这个A1向下追踪 Ctrl向下 好像前面讲的蛮多类似的 如果要追踪一定要连续的 那我只要追踪就是Ctrl向下之后呢 那不是在这个 是在这个的下一个 所以呢 我只要把K里面的值 改成向下追踪之后加1就好了 所以我要写的方法 基本上就是什么 在这个底下把它改一下 K的值等于什么 向下追踪 就是range 刮弧 然后呢 从A1向下追踪 然后我建议是用点 你打个1就可以了 找到end 那我的习惯是打个空白键 那你可以back一下 然后前挂阿胡 然后他会出现说 到底你要向哪个方向追踪啊 那我就xl down ok 那我也是建议你按空白键 再back一下 然后后挂阿胡 我是建议 因为太多同学都写错了 每次都这个地方写错 因为自己打 那明明这个是xl 结果就是有人打x1 数字的1 看起来就是这样x1 其实说真的看不出来啦 但是如果你执行一定会错啦 你比如xl 那我是建议啦 你如果要避免错误的话 就是用选的绝对不会错 另外还有一个方法 像我打程式的话 我一律都是打小写 如果我移开之后呢 那这个d这个首字应该变大写 但是我移开 假如首字没有变大写的话 那你就要小心了 为什么这边没变大写 打错字了啦 那我显示一下 如果打对应该是l 我刚刚故意打1 那你如果l对移开 d就变大写了 那显然是没写错啦 另外错误讯息也显示一下 如果说假如我故意打成那个1 然后这边的话打小写好了 ok 这是错了哦 那如果后面记得要加1 如果像这个错误 你按了不8啦 跑到这一行 它会什么错误 1004啦 所以以后你只要看到1004啦 你就没有别的别的想法了 所以常常看到太多这种 就写错字嘛 所以你只要不要打错啦 我想应该理论上 程式执行应该是还蛮蛮顺的 ok 那再来的话 把它帧错一下 改动一下 这个地方把它改动一下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l 这个是对 这个l ok 那1开一定手之变大写 好那这样应该没错了 f8 形态不符 看一下 向下追踪 哦 那这边又少一个 有没有 特别注意哦 这个向下追踪的这一串哦 除了要这个向下追踪之后哦 你还要再加一个 点什么呢 点RAW 否则的话呢 它得到的就是 向下追踪之后 如果你没有点RAW的话 它得到的就是这个里面的资料 而不会是这个东西 这个这个列数哦 所以哦 尾巴还要再加一个点 点RAW的话 指的是说 它这个是在第几列 点RAW嘛 哪一列的资料嘛 所以你会把一只手拿着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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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 就是放资料的地方 哦 就是把91放过来 那加1之后应该K等于92 按F8 好 那你们看一下 那如果你要确定说你到底写的对还是不对啦 游标只要放在K上面就知道了哦 92 那理论上应该就是下一个页面 应该就放在92列这个位置 我看一下 F8 好 然后再来就是 下一个的话应该I等于2嘛 然后我放的位置应该就是A92 放这里 看一下下一个 那没错了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第二页就被放在Ctrl向下 好 那再来的话第三页一样 所以第三页要放哪里呢 那一样它向下追踪嘛 追踪到应该是182加1嘛 所以这个182 那加了1之后呢 那K应该是183 那你游标移动到K183没错 那一样啦 所以后面都一样 你就把它全部执行了 那这样子哦 他就会全部帮我把从第一页到第68页的所有的那个资料呢 就全部通通抓下来了 大家Ctrl向下看一下 Ctrl按住 然后向下 那就会得到是100 这个是2004年的1月5号的资料 OK那总共是6167列的位置 OK 那至于这个应该是栏宽的问题啦 把栏宽拉宽了 这个应该就OK了 好 那请各位说试看哦 就是把刚刚的这一段称4 复制贴过来 然后大概改了几个地方 不外乎就回圈 变动这个 第几页 然后不外乎是这个后面串一个K 那K的话也满简单的 初始值是放第一个嘛 再来后面就是向下追踪加1 那我还蛮建议 各位一定要 这个可能要背起来啦 因为这个太常用到了 OK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哦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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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